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按下人生的暂停键 适时的停下来是必须找回初心,不瞎忙 在这个繁忙的工作日程当中呢 你真的有时候会被那个工作压力 或者是每天带撞,枯燥乏味,很规律的工作内容 给烦到一个,就觉得说我到底为什么要工作 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份就是这么无聊 然后又枯燥乏味的事呢 那有时候呢,说实在的,就是适时的要去停下来 所谓的停下来,不一定是叫你说 全然就是辞职,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做 而是说你要给自己一段时间去放空,去充电 去思考你的人生方向 这所谓的停下来,有可能是放个长假 也有可能是,就是空出一个下午的时段 好好的去享受一个下午茶时光 然后去思考一下,目前你在做的事情 或是你规划的人生方向 是否还是正确的 是否你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那今天就来好好聊聊,按下人生的暂停键 适时的停下来是必须 找回初心不下忙 第一点就是,生活跟工作取得平衡 如果你现在maybe才二三十岁 你还在所谓的事业上升期 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在这个职场里面呢,你就是充满了热忱 然后干净 就是我一定要博得一个好的位阶 然后我想要拿到这个offer 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把你的工作 摆在你人生的首要第一名的位置 这样也很好 但是问题来了 你就会发现说,你怎么回顾你这一年 或是这两三年 你就是想说我这几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你就会发现说,我很想就只有工作这件事情 没有其他的私人生活 连你以前什么大学同学 高中同学,你都疏于联系 打开你的手机 你临时有一件事情要分享 举例来说,你可能获得一个升迁的机会 或者是,你得到一个什么奖项 你想跟一个人讲说 分享这个喜悦,找不到人 因为你就是完全性的没有个人生活 那更不用讲感情关系了 因为根本没有时间经营 你也没有时间去约会 此时,你就真的有时候要稍微停下你的脚步 去思考一下你是否把工作看得太重了 但如果你本身是工作狂 你可能就会觉得说 我的人生就是用工作的成就感来填埋 我的内心就够了,那很好 但是有些人,他内心有时候时不时 就是看到别人交往,放闪,出国 或是结婚,生子 你也会非常的羡慕 甚至你其实内心也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我长远想要拥有的人生的样貌 那此时你就应该去做一点调整 比如你就要严格的去切割你的生活跟工作 不要全部都混在一起 就你下班还是一直在处理公事 你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时间 你没有办法好好的陪你家人吃一顿饭 陪你朋友去好好的聊个天 去告诉对方你的心理的想法 然后去听一下你朋友的近况 你根本没有所谓的这个专注力在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适度的去做到所谓的生活跟工作的平衡 是每一个上班族或是称为每一个人类 都应该要去有意识的去做出一点 就是在下班的时候可能就要好好的去放松 好好的去过你的日子 上班的时候当然就认真的上班 而不是说上班的时候总是想说 我要出国度假 然后花很多时间在看一些旅游攻略 然后上班不上班 那下班之后反而才花很多时间在弥补自己 上班时间没有做的事情 或是心里还是觉得应该要去处理点公事吧 把自己认定说我是一个工作很认真的人 但那就是所谓的完全放错重点 你的失利点完全是错误的 你工作的时候就该好好工作 放松生活的时候就该好好的生活 所以这一点就是所谓的生活跟工作要取得平衡 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按下人生的暂停键 适时的停下来是必须就是二 学会消化取舍再产出 所谓的消化呢 这边的意思是说你在工作的过程之中 你会获得很多的资讯 你也会跟别人很多的合作往来 你可能从中可以学习到对方是怎么样做事的 或是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主管 你的老板他到底是怎样成功的 这些东西他都是值得你去认识跟了解的 但是过程之中你有没有把这东西消化成你自己的东西 然后再做出取舍 不是说他做的事情 你看着你这个主管他的成功 你就完全性的复制他的成功 就像是穿的prada的恶魔 里面那个米兰达 他身上的确是拥有许多你可以去学习的特质 但是同时他有非常多的缺点 你就不需要去学习 所以你在消化完之后 你要懂得去取舍 之后再产出 产出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工作上面 你的产出表现到底是不是到点到尾 你花的力气到底是不是对的 因为你会发现你身边有很多工作者 他们时常把力气放在一些知为末节 或是根本不重要的事情上面 他们认为很重要 但是其实老板根本不在意 他可能会去调那个表格的颜色 那个格局的大小 但是说实在的 老板只是简单的要一个很自视的表格 你花很多时间在调那个颜色 你又不是要去presentation 你又不是要去报告 你又不是要去提案 你单纯只是个内部基本的 一个人输出资料而已 那当然大家会说 就是这种细节要注意 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是特别用心的人 那如果你的工作 明明有更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的代办事项 在等着你去处理 但是你却拘泥于那个格式 拘泥于那个颜色 那就是放错力气了 所以有时候就是你要稍微停下脚步 告诉自己说 我现在琢磨的这件事情 到底值不值得去花这么多力气在他身上 因为有时候你有一些案子 你就是开了头 你觉得非常的有希望 觉得这东西一定可以执行的很顺 但你做到中间 甚至快收尾的时候 你自己就略知一二 可能不可行 它的成效可能不如预期 那此时你是要就是蒙着眼 继续的蛮干下去 还是你应该要稍微停下 重新去审视一下 你这个过程之中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或是我是不是要大刀一切 赶快做出别的样式的提案 或是直接把这个案型 转成一个更有利 更有商业价值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有赖于你是否中间 或去适时的停下脚步 去重新的review你这整个过程 或是去检讨一下 你做的这个东西的产出 是否有达到你的预期期待 否则你可能就是会一直 重复的在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你都没有去检视 你面的到底 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 我最近在吃早餐的时候呢 就发现说 我现在工作地附近 有蛮多那种 所谓的美儿美啊 或是什么台式的早餐店 那其中有一间店呢 那个男老板 他出餐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很多人可能求个方便 就会跟他买 但他出的东西就是品质 没有这么的稳定 他煎出来的蛋就会是焦的 你知道吃到早餐店 蛋是焦的旁边外面那一层 就会像是塑胶一样 你就会吃得很不爽 很不开心 但同一个街上的 另外一间早餐店 他是一个阿姨 那个阿姨 他每次煎出来蛋 没有任何的焦 他的旁边就是完整的蛋 而且非常的鲜嫩 上面也不会卡的 铁板上面有些黑垢 因为有些你知道 他们早餐店 因为太多人同时点餐 他上面就会难免 会有焦的东西 就会卡到别人的餐点 那蛋是特别容易看到 因为它是白色的 就会卡到一些铁板的东西 那你就会觉得黑黑的 想把它挑掉 但这个阿姨 她每次煎出来的蛋 全部都是白色 而且非常的鲜嫩 就因为这一点 每一间店的东西 其实都大同小异 只是做法 跟那个烹煮的人 有没有用心 这就是我所谓说的 你有没有停下脚步 去做一点取舍跟消化 你是要求快速 然后出餐快 就随便 赶快出一出 有人点就赶快做 赶快出去 你根本没有在意你出去的 产出的东西的品质 还是说你要停下脚步 去自己也当个消费者 你自己去吃一下你的商品 或去比较一下 别人的商品 同样的东西 为什么别人做出来的 就是特别的好吃 卖相特别的好 特别的干净卫生 有没有可能 就是因为你就是盲目的 掉入自己的那个SOP 或自己的循环里面 你没有稍微去意识到说 我没有哪边需要调整的 所谓的按下人声的暂停键 有时候就是 就是停下来 去看一下你的东西 去审视一下 跟比较一下 别人所出产的东西 有没有地方是你可以再去优化的 而这就是第二点 关于说 学会消化取舍再做铲除 接下来第三点 关于说 按下人声的暂停键 适时的停下来是必须 就是三 适时的归零 找回初心 这一点呢 放在年后 现在大家可能都会陷入 所谓的职业倦怠 或是开工之后 你会觉得说 天哪一年的开始 我到底每天在做这些事情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真的就是要 稍微停下脚步去思考一下 你当初为什么要找这份工作 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进这间公司 而这就是所谓的找回初心 唯有你能够找到你的那个初心 你当初为什么起心动念 要投这份公司 你可能要创业 或是你想转职 你为什么想转职 那个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 你有很远大的抱负 或是你对于这一行 就是有特别多的期待 那个初心你只要找到了 其实你就可以克服得了 你现在的那个低潮 或者是所谓的职业卷代 那讲回刚刚说的事实的归零 很多人工作了好几年之后 就会被自己的那个头型给压着 或者是觉得自己有一点资历了 我的年纪比较长了 所以你就会掉入那个 我就是哪有老经验呢 我就是有成功法则啊 你们这些新进人员 这些年轻的工作者 就是要听我的啊 我的才是正确的 而这就是所谓的 你就是以老卖老 再来就是所谓的 你有可能会掉入说 你以为你自己之前 那个成功经验是可以复制的 但所谓的事实归零 就是你要把自己 过去那些风光伟业 先放一遍 回到最初原始的设定 从头去思考每一个案子 每一次其实都是重新开始 然后去打开你的耳朵 去倾听别人的意见 然后再做出对等的修正 这样子才能够在过程之中去优化 然后才能够让你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在生活中也是 你有时候就真的是 你会被自己那个头衔 会被自己那个薪资福利 给蒙住的双眼 你无法做出到底什么是对你 真的最重要的 什么对你来说是 你人生现阶段应该要去追求的 有时候比方说你年轻的时候 你要去打拼事业没问题 但是当你有家庭了 你有小孩了 你可能就要拨更多的时间 跟行李在你的家庭上面 你之后才不会后悔 所以事实的归零 跟找回初心 就是每一个人 就是不管在工作生活感情里面 都应该去做的 事实的停下脚步 去做点审视 才不会轮于狭忙 好了那今天就是提供大家三点 关于说按下人生的暂停键 适时的停下来 是必须找回初心不下忙 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面我要介绍一间 位于士林夜市的算是 古早味饮料店 叫做王继 青草茶 50年老店 纯农后青草茶的茶铺 它地点是位于士林夜市 最热闹的那个大南路上 在地间已经超过50年 我真的小时候经过士林夜市 也有喝过 那它就是主打各式的青草茶 还有苦茶 红茶等传统茶类 其中它的青草茶 是他们家的招牌 又是无糖的 那又所谓什么青草奶茶 那其实就看你自己喜欢的口味 但是在网络上评价蛮两极的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它的饮料喝起来比那个什么 Vangga那边的 再淡了很多 他们就觉得说 这边太像水了 但也有很多老顾客 非常的死忠 觉得说这就是他们 他们从小喝到大的记忆中的味道 都没有改变 他们觉得非常的解渴 然后很好喝 每次来士林夜市都要喝 那我个人是因为 我从小也是喝这间店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它的这个的确 比起别间店来说 是比较水 但是就看你本身的口味 去做点取舍 但是经过的话 可以尝先看看 这间叫做 王继青草茶 在地间已经50年 推荐给你做参考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我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线洞都会发很多 有趣的及时新闻 还有梗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 好啦 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 下次见哦